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运动是引起心脏病发的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样呢? 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有改变 我们的心跳有加速 在这个情况下心脏负荷重了 而引起心脏病的机会是大了 但是运动有多危险呢? 其实从一个调查来说 差不多从心脏病患者来说 差不多做了五万个小时 才有一次会发生意外 而这个调查是在一千多心脏病患病院做的 运动引起心脏病患差不多只有4.4% 奇怪就像这个图那样说 就差不多大部分发生在那些以前 一些运动没有做的 而突然间做期运动 好像突然间参加一些马拉松 但是以前就没有做过任何事 而我们平时做运动 好像一个星期做过五次劇力运动的人 这些所谓可能已经训练得很好的人 他们发生心脏病患的机会是很低的 像简图来说 我们通常的指标就是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叫做MET 或者这个运动量的值 差不多一个MET 就等于我们一个每一公斤的人 每一分钟少取3.5ml的氧气 为一个定义 那我们什么叫轻度的运动呢 如果是1至3个max左右 我看见这个图 如果我们坐在这里休息 或者做一些文书的工作 或者做衣服 洗澡 这些差不多是1至3图 这些叫轻度的运动 那这些是很低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中度运动 这个可以说是正常步行 这个是3的 这个是4 那5来说是一个中度运动 那怎样分呢 这个普通的轻度运动 就像平时你走过那样 而中度运动 你就走得比较快些 那你的感觉是怎样呢 如果是轻度运动 普通运动 你不会挂得自己要呼吸的问题 而这个中度运动 那些病人来说 那些普通人来说 就觉得他要好像深呼吸少少 很容易界定的 如果你和一个人走着 你走得这个中度运动 你跟他说话 你就觉得有少少气喘了 那这些是中度运动 而高度运动 就比较有趣一点 好似你做一些慢跑 这个是6 7就是一个比较吃力的跑步 跑得很快的 那个病人 你会觉得有吃力的呼吸 和你会出汗 那至于最高的组别 如果是8度 那就是差不多是一个竞技性的运动 打篮球 不同的比赛 那些就是最高的运动 心脏病其实有很多种 通常在35岁后 大部分都是一些 叫做冠心抗动物心脏病 这些就是血管濕 而引起的病发症 而运动也有其他的毛病 好像有些叫做心泛膜疾病 有些有心脏肌肉的毛病 或者心律失常的毛病 都可以在运动中有发的 那大部分 冠心病来说 患者如果做运动的时候 觉得有劇烈的胸痛 有头昏 不正常的心跳 或者比那个运动来说 就不应该那么气喘 有气喘 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 可能你的心脏病 有心脏有问题的象征